Hello 大家好 我是Walker 歡迎來到Walker Room 今天我坐了JR京濱北線 來到川崎站 在東口直春 來到這個通就有個好地方 讓大家看看 怪獸走場 實不相瞞是內子帶我來這個地方 我家裡的怪獸迷 還有日本通是他 不是我 所謂入廟要拜神 這裡也有一個入門的意識 首先要把手放一放 這隻JRMINA的口 看看你是否超人那邊派來的奸世 內子當然就是怪獸那邊的人 很順利地通過 每一個卡位都用一隻怪獸來做主題 不但桌上有插圖的介紹 你看到牆上有一個很立體很漂亮的浮雕 甚至每一塊梳化布 都是用那個怪獸的花紋來做主題 這隻就是King Joe 就算沒有玩開怪獸的朋友 都會有印象 因為超級金雲有出過 這隻BAMSTER就是我太太最喜歡的其中一隻怪獸 覺得他很有趣 覺得他很有趣 難怪平時在家裡都是這樣對我 單身來的朋友 可能會被派去坐巴桌 但巴桌都不輸竊 因為有一個整排整排的Figure 陈列在這裏 目測這些怪獸不是經常都見到的 但你們看一下 很大部份的造型是非常精細 相識很精美的 可以慢慢地印上 雖然內子就喜歡坐怪獸的玩具 但其實他就不是很喜歡看特攝的 事關在特攝片裏面 怪獸永遠都是輸家來的 所以長來的幾部電視機 在播的片段就很適合他看 因為全部都剪輯了怪獸的威水史 看到他很開心 其實在日本經常都會有一些 動漫主題的餐廳 火車 甚至酒店 但我自己覺得大部份的時間 都是頗令人失望 只不過是一些卡拉通加海報 加小小指板公仔 但是這裡就很不同了 無論是一些立體的雕塑 或是天花板的怪獸 甚至牆上面掛著平面的設計 每一樣東西都是量身訂造 甚至如果你懂得入文的話 我想你可以花很多時間看他的文字的介紹 進來每一個角落都是給你有無不下級的感覺 簡直就好像去了一個小型的主題公園 咦 還是不要妨礙人吃東西了 先走到旁邊 再給大家兩個貼士 首先怪獸酒場就不止這一間 但其實我在東京去過另外一間 就發覺那個裝修是削很多的 所以如果你是有心來看怪獸 吃裝修的話 我就非常之建議大家來川崎站這一間 其次 如果你的另一半對怪獸 不是太有興趣 甚至有些反感的話 其實川崎站的上蓋 是一個很大的購物商場 那你試試可不可以哄一下他 帶他來購物先買夠了 才來吃少許東西 看看可不可以過到關 好 食物就來齊了 其實這裡的食物都蠻好吃的 而且它的價錢 有些菜式比較貴一些 但通常來說都蠻相似的 你會發覺它雖然是一個主題餐廳 一個特攝的主題餐廳 但是它的客人有 放工的上班族 OL 甚至年輕人都會來吃 所以都蠻王爵 尤其是星期六來 它有怪獸表演 相信價格多人 但好處就是它開得很晚 你去購物店走過來 都還可以吃 那好吧 那我就起筷了 下次見 拜拜 臨酒餐廳忘記說 其實你每點一碟送 它都會送一個杯箭給你的 如果有些款式它給你重疊了 你可以跟它說 它會給你另外一款 你的